是我们的辩护者,读经,若看一书,一章,五节制度,二章,二节。 神就是光,在他毫无黑暗,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,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 我们若说,是与神相交,却仍在黑暗旅行, 就是说方话,不行真理了。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,如同神在光明中,就彼此相交, 他而指耶稣的血,也洗剩我们一切的罪。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,便是自欺,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,神是信实的, 是公义的,便要赦免我们的罪。 洗剩我们一切的不宜,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, 便是以神为说方的,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 我小姐们呀,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,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 若有人犯罪,在乎哪里, 我们有一位忠保, 就算那义者耶稣基督。 他为我们的罪作力还回祭,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, 也是为保天下人的罪。 如果在神丰盛的恩典底下, 我们仍然失败跌倒, 那应该怎么办呢? 这些经历在我们身上, 其实很容易见到的, 而且时时发生了。 神早有预备, 我们犯罪的时候, 总有一位辩护者, 代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情的。 请你留意第一节那里说, 神仍然是我们的父, 同时我们犯罪跌倒, 伤透他的心, 但是他和我们的关系不会改变。 这是地上的家庭可以清楚看到的, 世民仔时时做很多错事, 但他们仍然是我们的世民仔。 做错的事要去处理, 但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, 不会因此就改变。 英文的新国际益管将第一节翻译为, 若有人犯罪, 乃义者耶稣基督将会代表我们向父神申诉。 我们为什么需要基督为我们申诉呢? 因为那恶者撒旦在神面前控诉我们, 要神定我们的罪将我们处死。 但是神的乙子, 他会代表我们申诉话, 说, 他在我们的乙女, 我已经为他的罪受了刑罚, 他的罪债已经还清。 而就是这样, 撒旦的指控就宣告幕后, 我们的罪就蒙神赦免。 神竟然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完全的救赎, 实在令我们深深感恩和谦卑。 基督已经在各个他山上为我们作成一切。 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呢? 基督是我们的宗保, 代求者和辩护者, 是这么完美的救赎。 让我们来反思, 当我们往后望, 看见基督为我们受死, 因而得着信心。 当我们往上望, 看见基督为我们求情, 因而得到拒据。 而当我们往前望, 看见基督要为我们再来, 因而得着盼望。 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